我們來看一下就是你要怎麼樣多找到一些所謂的免費的素材 那剛剛創作七七有問過大家應該沒有什麼太大問題 所以我們就略過了 那你首先第一個 你要找 透明的 這很重要對不對 還是你比較喜歡自己去背 自己摳圖自己去背是比較有成就感 但是那種前提我通常會用在就是 這張圖只有我們加油我們自己拍的 我再來做如果你只要找插圖要找一些就是比較共通的那上網找會比較快 對不對 那首先你要會用這兩個關鍵字 剛剛一開始 研習一開始有沒有跟各位介紹過這兩個關鍵字在哪裡了 所以我們現在標準的HCM5的點陣跟向量 那這兩個很重要就是他都可以做透明 因為如果你沒有透明就等於你還自己去背一次 更麻煩 所以呢 你只要在這邊比如說你到這個Google 好找到圖片 你只要幫他加上 你的關鍵字加上什麼 PNG比如說我想要Cute 可愛的 我加上 PNG 有沒有就出來了 如果你只有Cute 一堆有的沒有出來嘛 也都很可愛 但是 如果你有加 PNG 有沒有覺得比較乾淨一點 而且呢重點是你點進去比如說像這一支 像這一支我就知道 完全免費的 你知道為什麼嗎 來自這個網站 雖然他沒有透明喔 這個 我有有有這張好像有透明 我不知道你們的看不看得到 有有 我這邊這樣看有 你有看到這個 對不對 不過有的螢幕看不太出來 但是有的OK有的不OK 原則上就你看到有這個圖 背景的像賽車格的就是表示已經透明了 那為什麼我知道他是OK的 其實這個網站是很好用的 免費的向量圖庫 OpenClip R 各位有沒有 我雖然那個 給各位的任務裡面每次網站好 但是他值得介紹是因為 各位平常在用OBIS 你一定用過一個東西叫做美工圖庫有沒有 可是你知道嗎 如果你不是微軟的軟體 可不可以用美工圖庫 就是那些圖你拿出來之後你不能拿到另外的 軟體用喔 它裡面 合約上有寫喔 就是那個授權範圍啦 所以 這個OpenClip R就是 針對那一塊的 因為我們現在是不是也蠻流行 其他的免費的OBIS 比如叫什麼DeeperOffice OpenOffice 可是他們就比較少那些圖庫 那所以這個網站你就可以做補充 如果你有興趣你可以前往這個網站 叫做 OpenClipR 點ORG 上面的這些都可以直接拿去用 都可以直接拿去用 而且他上面有個好處 你看我現在這個 現在是他對不對 你往下走 他有提供SVG的版本 也有PNG的版本 而且因為他本身就是向量 所以你可以自己決定 你看我剛剛講有沒有 SVG、PNG 你可以選擇你要下載比較大的 組檔還是比較中的 還是比較小的 還是你要變成WMF WMF 知道在哪用嗎 就是各位 Windows內建的什麼 標準的向量格式 我們一般在Office裡面用的 都是這一種 都是這一種 那如果你要SVG的你就找這個 就找這個 那 如果你 真的這張圖你要拿去怎麼樣 印刷用的 你要做大海報用的 請自己來這邊 打入你要的解析度 他就產生多大張給你 你只要給他寬度就好了 因為那個比例 每一張都不一樣嘛 你只要給他 寬度 他就幫你產生那麼大張的點陣圖給你 所以向量度最好就是像這樣 那我們如果要拿到 哪裡用 是不是要拿到這裡用 對了順便看一下 有沒有發佈完成了 已經上去的 有給你連結連QR Code都順便把你準備好 這樣還算貼心吧 好我就先把他關掉 我們回頭看一下 剛剛這邊 如果我要的是 這個SVG 我就把它下載下來 把它按一下 有下載了 在這邊 那請問可不可以拿到裡面用 可以 我們來看一下 你的 這邊 你要插入圖片對不對 請問有注意到有這種東西的嗎 有沒有 上面的這些都是所謂的點陣圖 這些都點陣圖 可是SVG是向量度 因此你剛剛找到的那些 下載 低磁碟嗎 果然 不好找 web download 好在這裡 有沒有 Cue著 這一張 對不對 你看我們檔案總管 沒辦法直接預覽 沒辦法直接預覽 我就知道 叫進來啦 有沒有 整張好好 放大 縮小 是OK 對不對 所以這是他的優點 所以他也支援SVG 那這個對我們 找圖來講 如果你都是要比較 卡通式的 好這種向量式的是不是就比較多素材了 這是我們剛剛找的這個 叫做 Open Click Art 真的蠻不錯的一個網站 你上面這些類別當然原則上各位如果你要到這個 網站上來找的話 基本上用英文 基本上英文關鍵字比較容易找中文應該找不到幾個 找不到幾個 這是我們剛剛講的你可以用TNG也好用SVG 都可以找到 因為Cute來講 很多都是比較可愛型的 點進去 當然你如果是用我們現在這種關鍵字這樣直接搜尋 找的 可能會有所謂的版權問題 那Google可不可以過濾一下 可以呀 在哪裡 在這裡 工具打開 你這個工具搜尋完了結果工具打開 有沒有一個針對使用權限的 只是平常大家都沒有在這裡用而已 因為有過濾之後 結果一定會比較少 這是一定的 比如說你可以允許 非商業性使用 那他就幫你先過濾一下 你用這樣找 相對來講 相對來講 比較 不會 碰到有需要那個的 對不對 智慧才能安全的問題 當然 嚴謹一點的我還是建議各位 點進去看會比較安全 因為每一個網站的授權不見得一樣 如果你要更嚴謹的一定要過去看 這樣第一種 找 素材的方法 有沒有問題 沒有對不對 好